消防人員透過器具 用力的把電梯門扳開 電梯故障卡在中間 裡面還有兩位受困民眾 警消人員趕緊找來椅子 因為這對夫妻 已經被困在裡頭兩天 高溫夏天裡 密閉空間的溫度直線飆升 兩人在受困期間 滴水不沾也沒有進食 被救出時身體脫水 十分虛弱 這場電梯驚魂忌 發生在台南北區 一棟五樓透天豪宅內 緊張的時刻 不僅出動了大批人力救援 也引起許多民眾圍觀 民宅內39歲的莊姓女子 和55歲的外籍丈夫 近日剛結束歐洲旅遊 回到台灣 14號晚間 準備搭乘電梯時 卻機械故障困在裡頭 當時兩人都正好沒有攜帶手機 無法向外求助 而莊姓女子的媽媽 因為遲遲聯繫不上兩人 直接找來家裡 原本因為身上沒有鑰匙 打算作罷 但隱約中似乎聽到女兒 大聲呼叫的求救聲 嚇得趕緊報警 16號晚上9點左右 兩人勝利獲救 鄰居雖然有聽見微小呼救聲 但因為無法確定聲音來源 以為是電視聲音 才沒有及時報警 再加上這種透天明宅的電梯內 大多都沒有求救零 一般人在家裡 也不會隨身攜帶手機 幸好媽媽即時趕來發現 否則兩人受困越久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TVBS新聞顧手長徐敦臺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